Savar 流行數位媒體 邀您共賞 我就問你正常嗎 你說你正常 他說你不正常 我就問 先介紹一下我這邊的來賓 好不好 佳斯汀 你好 你好 還有那個完美體力佩德羅 西班牙的Tom Cruise 是 我們這裡是馬丁 邵俠 還有江勳 好 江勳是來自韓國對不對 對 我們今天要講Sorry 我看到你們韓國的古裝片有沒有 對 他們也是這樣子 跟主人說Sorry Sorry 這沒辦法因為古代嘛 這是古代的東西 沒有 可是你們現在韓國人Sorry Sorry 也是這樣不是嗎 因為是Super Junior害的 對啊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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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 這他們害的不是這樣 平常你們不會這樣 平常很少會這樣 除非做很大的錯誤 那我們先問你們國家的人 做錯哪件事情 是絕不道歉 請舉牌 請舉牌 等一下 出車禍不道歉 出車禍 對 不要道歉 我道歉要不要說謝謝 其實也不要說謝謝 因為比如說像我小時候嘛 誰先說道歉就是誰的錯 沒錯 像我小時候我媽媽她在開車 然後她不小心 我不知道因為我太小 不知道是她被撞 還是那個人撞我媽媽 我媽媽她下車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先看 大家都OK了 彼此都沒事沒事 再來處理 不要說Sorry 就算是你的錯 不要說Sorry 如果他們真的是要警察來 然後可能要提告啊 或者說要你的資訊啊 那些東西 你就再叫警察過來 對 處理這個事情 警察看看發生是有什麼狀況 警察來說 OK 因為你說下去就代表你自己錯了 對 沒錯 警察都還沒有覺得你錯 你就先覺得自己錯 所以出錯誤的時候不能道歉 搶男朋友還不道歉 對啊 因為我們國家這件事情 非常的正常 我看在台灣 只要就是搶到別人的男友 就一定會出來道歉嘛 尤其是那種什麼觀眾人物嘛 可是我們國家這件事情 覺得非常的正常 因為我們本來 女生比男生多 再來 好男生更少 就找男朋友真的非常的困難 所以只要看到好男人 一定要搶 那搶妳 閨蜜耶 沒關係啊 因為她的男生是好的 對 她的機會有問題 我如果不搶 我的機會就錯過了 怎麼會啊 那我問妳 沒差啦 因為人生是我的 那個人是妳妹妹 OK啊 因為只要她的男人是好的 我決定要搶啊 重點是這個男人 是不是她要的 好不好 不管她是誰了 因為就是真的好男人 就是遇到好男人真的很難 那女生比男人多 妳要搶來搶去 那為什麼不就兩個可以一起用 因為就是 妳好棒 這樣用太強 對不對 沒有 其實 妳回美國這樣試試看好不好 沒有 其實這樣子的情況 我也有遇過 可是可惜 不是我搶別人 是 別人搶了我男朋友 她還沒有道歉 她倒下還沒有道歉 那男人也是妳朋友 對啊 她是我同學 那妳討厭她嗎 我哪時候行李非常的討厭她 可是現在我長大了 我知道為什麼這樣子 那台灣男人請用 好不好 對 佩德羅 偷東西不用道歉 對啊 這有什麼好道歉的 這個本來就好啊 什麼東西 只是為法 我們從小都是用這個 哪一個娛樂 第一個因為我們法律嘛 有分 就是 不算罪 法律上就不算罪 然後第二個你沒有用暴力 就是一個 娛樂吧 一個好玩 就是我們在學校 你偷別人的東西 可能老師來教課 同學就說 老師我的課本不見了 筆記本也不見了 大家都 你好笨 就 所以從小是一個娛樂 然後再來是你偷的對象 如果是大買廠 我是比你有錢的 你就厲害 你就是英雄 可是你們西班尼亞真奇怪 因為你們每個都沒有工作 然後都沒有收入 所以其實比你有錢的 真的 所以要去偷大買廠 超市 就是有錢人 你只要沒超過那個錢就可以了 那我去拿個罐頭 我就回家了 沒錯 你就這樣是促進勞動市場 他們需要更多的警衛 各種方面的對經濟有好處 對 就不用道歉 司機 司機亂繞路 我之前一直以為都覺得 韓國人應該很會道歉 然後來到台灣很多節目 然後很多人說 韓國司機不會道歉 然後我前上個月去韓國 我試試看 然後我坐了一個計程車 然後我自己也默默地 用手機開了一個導航 剛開始都是很對 那個路都很正確 然後後來 本來就是在這裡 這個路關要右轉 然後司機大哥直接直走 然後本來是五分鐘的 變成十五分鐘 然後我心裡有一個數碼 然後我就覺得不說 開始有點賽車 然後我就跟司機大哥說 司機大哥不是剛剛那個右轉嗎 他說沒關係 我懂路 司機大哥剛剛那個 本來是五分鐘 變成十五分鐘 那這要怎麼解釋 司機大哥說 沒關係 我幫你飆車 但是賽車你怎麼飆 幫我飆 飆 應該是第一句話 應該要跟我說道歉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覺得韓國人 韓國司機大哥 真的好像不會道歉的感覺 對 與其偷東西好很多的 對 俄國人講話很直接 我們不會委婉地 包裝我們的意思 比方說我媽媽問我 什麼 我買一個新的東西 那個裝飾品 你就好看嗎 我就不好看 東西好吃嗎 不好吃 真的 很照想 對 在台灣這個就不行 像在台灣之前 台灣朋友就問我 你覺得台灣的教育怎麼樣 我就講我的想法 我就不好 真的 為什麼 我就解釋 真的 真的 然後後來隔天 我們的共同朋友 我們那時候三個人 共同朋友跟我說 你要不要跟我們那個朋友道歉 我說為什麼 他現在很難過 他覺得你看不起台灣 我說 怎麼了嗎 他說 你一直罵台灣的教育 他覺得 他現在有點不喜歡你 沒有 是他要來問我台灣的教育好不好 對 是我沒有做 是他問我的 對啊 他來問我 我又沒有一直主動批評 是你們問我 但是一般大家會講好的 不錯不錯 很棒很棒 優秀 很可愛 對 就是因為他這個個性 他真的是得罪不少台灣人 會這樣 我老婆做早餐 我女兒好不好吃 我女兒說難吃 媽媽說 說對不起喔 我們年小孩 大跟媽媽說對不起 你問的啊 就不用問了 她說十話而已 奇怪 我們本來就不喜歡派對 你看我們就蹲公車什麼的 我們都是要那種 三公尺的距離 那所以在瑞典 常常會發現的一個是 就是插隊的這種行為 然後因為我們在那邊 然後看到一個人插隊了 我們不喜歡就是跟人家交談 我們很冷漠 所以我們會在自己在那邊睡睡 你看那個人插隊 討厭 但卻不會跟他講 所以他也不會覺得就是 他又沒有做什麼錯啊 所以你們不道歉 原因是懶得跟人家講話 因為我們都不喜歡這種交談 我們就是會這樣 懶得講話懶到這個程度 對 很重是私領域的空間 對不對 第一題問一下 哪一種人最愛道歉 A 日本人 B 台灣人請舉牌 來 準備了 A或B請舉牌 OK 好 馬丁選A 兩邊都有租過了嘛 但是我真的就是覺得 日本人真的比台灣人 愛道歉多了 對 尤其是因為日本 這是什麼都道歉 就是你在路上 如果你撞到別人 是他們會跟你道歉 你調東西要什麼 他們幫你撿起來 他們會不好意思 我碰到你的東西之類的 就是要給你 但是最誇張的 就是有一個日本的朋友 叫做夢多 夢多 對 夢多 他最近也是去比賽了 那種健美嘛 健美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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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比賽可能就沒有得到 他想要的這個成果嘛 對 然後他就發了一大篇的文章 對 跟全台灣道歉 對 真的 誇張 對 真的 我看過 而且不是第一次 他上一次去比賽 他也是沒有贏 為什麼 每一次 因為他每一次都不贏 因為每一次都會輸 但是他就是去比賽 很努力很 就是我們大家都覺得很正常 可是他有跟全台灣道歉 但是我如果有看過 就是他輸了沒關係 其實是他家的事嘛 對不對 對 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對啊 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台灣有人很在意他贏或輸的 完全沒有人在意 對啊 就沒有人在乎嘛 對 你贏了 我也不會開心 對 都會回來耶 都會回來耶 對 都會開心 OK 好 Hasha 我在日本我們也有 就是合作的商商嘛 然後有一次 我是跟一個日本人 一起做一個PPT 跟我老闆看 然後我們的老闆 就是一直誇獎這個日本人 他反而有道歉 他一直說哪裡哪裡 然後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是 你不好意思太棒嗎 還是你不好意思很優秀嗎 謙虛嘛 俄羅斯人如果老闆 讚美你的工作做得很好 你要講什麼 謝謝 我會說謝謝你喜歡 但人家說 妳長得好漂亮喔 那妳要怎麼回答 當然 對啊 就是 因為這本來就是這樣啊 那如果西班牙人 佩德龍你長得好帥喔 他開始脫衣服 不要講 他開始脫衣服 我跟他講啊 佩德龍不是只要這回答 對 如果你跟他說你很帥 他會說誰比較帥 我還是馬進 誰比較帥 誰比較帥 你會比較 對 馬上要比較 對好 我也是選A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日本人很厲害 我覺得他們什麼都可以道歉 對 我去日本的時候 北海道 我朋友幫我叫一個計程車 然後計程車司機 可能那個定位是模糊 我不太清楚了 他停車的地方是我要自己過馬路 才可以上車 然後我到那邊 那個司機發現我要過馬路 他真的是不好意思到一個不行 他真的下車戴帽子 確定 到車子那邊幫我開 不好意思 你這是卡通吧 他真的很像卡通 很誇張 真的 我以前交了一個日本女朋友 他也是莫名其妙跟我道歉一件事情 有一天 我們在日本的飯店 很安靜的一個晚上 很溫暖 他就突然有一個 醫生 放屁 醫生 我根本 我想說隔壁或什麼 我不理啊 他就像我這樣 他就像我這樣 他說 一直跟我道歉 我說 發生什麼事情 你做了什麼 你做了什麼 他說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對不起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 我放屁了 你爸根本沒有注意到 我根本沒有 我以為是隔壁的 你知道你跟我道歉 我才知道你在我旁邊 在放他 對 我還以為是隔壁房間在開心 OK 他趙翔也是選日本啊 我覺得日本很奇怪的是 我們去那邊 就是可能便利商店 你在那邊買東西 然後他們幫你收的時候 對不起 然後給你那個袋子 對不起 為什麼你要跟我道歉 你要給我那個購物袋 說道歉 我應該說謝謝就好了吧 我跟一個日本朋友 台灣買樂透 一般到五千塊 一般我們台灣 我發財了 他不一樣 對不起 對不起 他等五千塊 為什麼要道歉 對啊 他跟誰道歉 他跟誰道歉 可是美國人打嗝會道歉 放屁不用道歉 兩個都滿嚴重的 如果 比如說你在跟一個人聊天 你就算是在他旁邊 你打嗝 那是一個 對不起 我不應該的 那是不好意思的 打嗝比放屁嚴重 都滿嚴重啊 而且特別是吃飯的時候 你打嗝 你完了 那賈登永哥 這兩個是一樣的 嗝就是打出來的屁 屁就是放出來的嗝 當你打嗝 你只要忍住的時候 就出來了 對 然後你屁你要忍住 不放對不對 就出來了 對 我跟你講一個故事 我想那個 我高中的時候 我表哥 我們就是好幾個 我表哥的好幾個朋友 我們一起去錄影 然後那天早上 我們已經起床了 都已經髒髒兮兮了 我們想 我們去吃早餐 我們就開車去 我們家附近的麥當勞 進去 然後我表哥 他去上廁所 然後我就跟他兩個朋友 我根本不認識 他們就突然 超大聲耶 在麥當勞餐廳耶 旁邊有一個退休的軍人 就非常正式的一個人 他把他那個大賣客就這樣 罵髒話 然後走過來 我們那個桌子 好像快要打架 誰 是誰 我這樣害怕 我表哥朋友指我 他 賈斯汀 我說 跟我五光 不是我放的是他 然後他就說 你幹嘛放屁 你幹嘛放屁 不禮貌 然後我朋友就說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 我舅舅他一直不放屁 然後突然在裡面 就爆炸死掉了 那個人就氣走了 你是因為現在 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現在就每天 就一天到晚上 都是在放屁嗎 對 因為我們就在一起吧 我通常是不用看 他就是 我不用問他在家嗎 我只要過幾秒 一聽有沒有放屁的聲音 就知道他還在家裡 我一直放屁 因為我也怕死掉 我覺得是他一種打招呼的方式 對 所以他進房間 不是 嘿 投資 我就想要存在感受 我的觀察是 台灣人把拍攝這兩個字 掛在嘴巴 比日本人的那個水馬身 頻率還高 拍水 什麼都拍水 拍水 拍水 昨天我在那個運動中心的電梯 有一個台灣的小女孩 跟三個男生 我是一個 就電梯很擠嘛 我是一個打噴嚏 比較暴力的人 就是打噴嚏 我會噴口水 可能從這邊到江峻那邊 然後打旁邊的人 真的 真的 然後我就開始醞釀 對 他們三個都貼牆壁 然後我就盡量秒旁邊 整個鏡子亂七八糟 都是口水 噴到自己 噴到他 剛好也沒有穿衣服 然後那個運動 什麼剛好 這也是台灣很好 你現在是剛好穿衣服 對 台灣運動中心很棒 是可以打赤膊的 反正那個噴嚏是無法控制 但是我想說我要道歉 我還來不及 他們已經說不好意思 然後 台灣人第一名 真的 好 他們自己來跟你說 不好意思 你還覺得外遇偷吃公開道歉 真的 這我要補一下 日本跟台灣兩個都有這個狀況 就是你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不要說政治人物 我們就說藝人嘛 你在媒體裡面 簡單 有一個偷吃或是外遇 被抓到你要整個出來 在大家的面前記者會 然後大家都在那邊就是 還要拜託老婆一起來 這太誇張了啦 老婆還要說我原諒你 對 這個我會覺得說 因為比如說 Tom Cruise 他跟幾個女生結婚 離婚 結婚 離婚 生幾個小孩 他來台灣的時候也是很大受歡迎 但是一個台灣藝人 台灣就不行 但是人家自己家的事情 Maroon 5 他最近他的駐唱 也有出這個新聞嘛 他就是跟一個粉絲 他是誰劈腿 外遇 那他簡單為了他的粉絲 不是為了全世界 為了他自己的粉絲 寫一個文章 PO出來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 我們多少人都希望 可以當那個Maroon 5的駐唱 我們還是會聽他的音樂啊 他外遇跟他的音樂有什麼關係 可能藝人比較沒關係啦 在美國 可是政治人物 比方說拜登偷吃 可以嗎 政治人物比較敏感啊 因為他是 代表人 對 台灣也是看人啊 因為有些偶像 他是因為他出道的時候 就把他自己的那個形象 設定 你說誰啦 設定成那樣 就是 那很多啊 很多歌手也是啊 他就已經 他就已經 對 天使啊 唱情歌啊 很專情啊 他沒有想到偷吃 所以跟他原本設定的不一樣 對 對啊 你如果叫一般綜藝咖偷吃 對 小梁偷吃 你覺得他要推出嗎 不用吧 不用吧 不用 看人啊 反正有新聞 有時候也是好事 他嚇了 他嚇了 雖然我剛剛選的是日本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 也是很愛道歉 就是我遇到的覺得很奇怪 就是台灣人 就是譬如說付錢 找大錢 就付大錢 比如說一千塊 他給的時候 都會先說 不好意思 對 會啊 可是為什麼 我是付錢的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我們應該自己把零錢準備好 那這個事情造成你的麻煩 像下跪道歉 這也不必要吧 沒必要吧 道歉就是一個 表達一個誠意 就是牛真心的道歉就好了 但你叩頭 你土下座到那個就是 整個落掉 你手跟頭都在地板 我覺得這可能是種世紀 或是更不善時代 一個落後的 你們亞洲人已經有奴役性的 一個性態 可是台灣不會到土下座 台灣沒有人會這樣 對 台灣人是很多劇都會有 但是日本人好像更嚴重 夢多 如果外景大概叩頭 一天三四次 那他是有毛病 沒有 我不敢講 江熙你選的是B 我認為台灣人也很常說不好意思 比如說我在台灣工作 比如說之前是做韓文翻譯 就是韓國藝人來台灣的話 我都要接待什麼的 然後台灣的人其實很親切 我是去工作的嘛 我是去拿台灣人的錢 然後他每一次跟我要求 就是跟韓國人溝通的時候 都會說 那是一次兩次可以 比如說很簡單的事情 不好意思 那個導演睡覺了嗎 也要問說不好意思 導演不好意思 導演吃飯了嗎 這個簡單的東西 其實說不要說不好意思嘛 只要講一次就好了 對 但是每一次什麼小事情 都要講不好意思 什麼都不好意思 反而讓我覺得不好意思 那個面成是我們的一種 WELL 這樣子的那種 開口放棄 開口講這句話 他不知道怎麼跟你講話 我個人覺得台灣在餐廳 也是很有禮貌 比如說我有少了一個筷子 或者是我想要多一個菜 台灣人都說不好意思 可以加一點菜嗎 但韓國的話比較不會 韓國的話 再給我一點菜 對 其實不會說不好意思 我還是要跟我們所有的 台灣同胞講 我們要繼續堅持 不要理他們 我們就是繼續講不好意思 這是好人 對 我認為這是好人 到底選A還選B的人 不正常 哪種人最愛道歉 A 日本人 B 台灣人 我就問你正常媽節目 特地與網路KOL 進行意見大調查 我們來聽聽KOL 是怎麼說的 我之前在台灣 度大學的時候 有兩位日本同學 然後他們講 每一件事情 他們要先說 不好意思對不起這句話 連報告的時候 老師問問題 他們要先說 不好意思對不起 再會繼續回那個老師 跟來問的問題 身為烏克蘭人 對我來說 有點奇怪 這一題 我會選擇日本人 因為之前 我有一個日本老闆 他就是 無論他做什麼事情 比如開個門 倒個水 問你工作上的狀態 等等 他都會一直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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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但是有一次 就我老闆跟一群 就是日本人開會 然後就是日本廠商這樣子 他在整個會議當中 真的很多個不同的日本人 他們都會一直 抱歉 然後我就會覺得 日本人經常都會講 不好意思 對不起之類的話 我覺得這可能 跟他們的文化 真的很相關 所以我覺得 最愛道歉的 應該是日本人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40%的KOL 投給B 台灣人 而有60%的KOL 投票給了A 日本人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60%覺得是日本 40%覺得是台灣 所以選B的比較不正常 請噴 那哪一國人 A 韓國人 B 俄羅斯人 這絕對不可能是B 來 準備了 請舉牌 這個絕對不可能是韓國人 你絕對不是喔 我一天最常講的話 就是不好意思 那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你在韓國也是很久了 沒有 我在韓國也是很常講不好意思 來 先看賈斯汀的 韓國人 為什麼 最懂美好生活 SAVA 流行數位媒體 不好意思 我講為什麼 因為我以前 我去沖繩一個禮拜 然後我第一天我就去水族館 我想說一定要去啦 然後我就坐公車過去 然後有一個海豚的表演 然後我想說 我一定要去看海豚 那我就提早到 提早半個小時先到 然後就是空的 然後我想說 那麼多位置 我應該可以找一個好好的位置 然後可以坐下來 站位置 等這個表演 然後我等了 海豚出來了 大家就開始來 表演要開始 一群韓國人過來 確定是韓國人嗎 都在講韓文 確定你聽得懂韓文嗎 我分得清楚什麼是韓文 狀文 對 你講一句來聽聽看看 他說 你好 滿標準的 就對了 什麼聲音 滿標準的 那應該韓國人沒錯 對 因為全世界的韓國人講 對 我們走啊 對啊 你看我會講 對 然後 我已經跟他們講說 Sorry... Sorry 然後我在看表演 不好意思 韓國人很奇怪喔 他們會這樣 先看你 你們有什麼大的反應 直接不理 還是繼續看 而且我在那個水柱館 比如說我 有一些東西可以拿起來體驗啊 近看啊 一些東西 我拿起來 旁邊的韓國人是這樣 這什麼東西喔 我過來看 直接拿過來 沒有淋嗎 以前 以前也是在士林夜市 我朋友開店 然後 那天下雨天 然後 有一群韓國的阿姬嗎 他們不想要淋雨 他們都有雨傘 都橙子啊 然後就是一直到那個店裡面喔 然後就把我朋友的東西弄濕 然後有東西到啦 因為那個雨傘一直打到 他們一樣 他們往後看 跟老闆對眼 老闆沒有說什麼 好 那就繼續喔 變成我們還要把他趕走耶 不要生氣... 就這樣那一團 不要再來好不好 不好意思 你看啦 你代表很多人 跟假日聽說對不起 你道歉 我要代表他們了 我沒有這樣做過 那你想一天 還是會跟你說不好意思 我之前去獸兒的時候 因為他們的人很多嘛 我去光街 然後一直被別人撞到很痛 尤其是男生這樣 因為大家都這樣 就旁邊看嘛 都不會主意你在前面 可是他就撞到我 我很痛 我會說對不起 可是他就 然後就是 那種很兇的眼神看我 我想說你在那邊幹嘛 撞到人不用擋 還有一些人會手這樣往前這樣 然後就是推 然後我就是去 因為哪時候我要回去嘛 我就坐他們的那個地鐵去機場 一樣啊 我就拿我的行李箱 有人撞到我 我真的就是 很崩潰 可是大家都覺得沒有關係 他們就繼續走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去 首爾的關係 因為 然後地鐵 每個人都在趕下一班地鐵 比如說要轉車之類的 就大家都很忙 有可能就是你我都會碰撞 當然大家都覺得 沒有時間跟你道歉 反正我撞你你也撞我 你選的是B耶 一定是 因為就是因為他講他 他就要講他 韓國人跟俄羅斯 當然是俄羅斯人啊 我從來沒有聽過俄羅斯人道歉 你這麼可憐 因為我只是 你會不會全世界 只能是他一個 我等一下就是我最不會道歉 另外一個是誰 大學朋友 我是大疆大學 有很多外國人 然後裡面有一個俄羅斯人 他要去南部玩 但是俄羅斯人很省錢 那時候我那個朋友 他沒有行動電源 他跟我接受那個行動電源 然後他去南部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後不這樣還我 然後我說 那個我的行動電源呢 然後他就給我了 但是結果發現是 我給他的時候是好好的 那怎麼一個禮拜後 你給我的時候是壞掉的 那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第一句話是不好意思 但他卻抱怨我 你那個行動電源太爛了 中途壞掉了 你怎麼會給我這種東西 卻一個不好意思都沒有 你有沒有想過他 有可能在俄羅斯上節目說 我跟一個人穿 他的同學間行動電源我拿到了 根本沒有用 他都沒有跟我說過他意思 對 他接給我的時候就是壞掉的 對 然後他也沒跟我說 你要不要翻譯你一下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我們在台灣 而且江勳 你就是從頭到尾 就是只有他一個 你就講說全俄羅斯人 都沒有 他剛剛不是這樣亂拍故事啊 他至少在首爾斯 那麼多人 等一下 我也是覺得是B 你那是幾個俄羅斯人 他 你那時候我不會當線啊 我很常跟打下上節目嘛 然後他很常會不小心 對我有一些 比較私理的行為 我剛剛不是說 他不是說不小心的 因為會緊張 因為我們就很有緣分嘛 就一直坐旁邊 然後我很常在節目就是 全台最愛的這個 古希臘身調班完美身材 不要脫... 這樣可以嗎 他現場的那個 我跟你講 就是換護身 就是大家拍的 來接著 這眼毛探戈很貴了 他就會這樣 就是 因為很噁心 你們不覺得嗎 你當商人嗎 這個很噁心 這個很長頻道 因為你真的很噁心耶 對 為什麼脫衣服不用道歉 對啊 那是大家愛看的 奇怪 大家有VCR可以看 反正去看節目 大家都是換護身 只有他說噁心 對 那個 TASHA你為什麼 那個一般如果女生看到 佩德羅這樣 對不對 因為他們很遠啊 他們就是看電視啊 我是在他旁邊 他比較緊就會緊張 對... 在他旁邊他們也會覺得噁心 應該也是會配合佩德羅 一直說棒棒 不是配合 是真心的... 不是 佩德 不是配合 節目效果 OK 好 我們來看大米韓國人 是俄羅斯人 不愛道歉 不行啦 哪國人最不愛道歉 A 韓國人 B 俄羅斯人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今天答案呢 我選的是韓國人 因為我們在台灣做捷運 或是在香港做地鐵的時候 如果很擠 被後面的人踩到腳了 或者是被推到了 然後如果你回頭看他的時候 他一定會說 對不起不好意思是這樣 但是我有一次在韓國做地鐵的時候 就是人太急了 被後面的人踩到了 然後回頭瞪他 是瞪他喔 可是他沒有什麼任何反應 因為可能他們覺得就是 人太急了 就很稀胸平常的事情吧 所以他們沒有覺得要道歉的意思 韓國人不會容易向人和人道歉 因為如果他們道歉的話 對方會攻擊他們 情況會變得更糟 韓國零食公司多次被發現 模仿日本零食 但是他們也沒有道歉 當然不是所有的韓國人都這樣 但是我覺得還是很多韓國人 無論如何 不會道歉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38%的KOL 投票給了B 俄羅斯人 而有62%的KOL 投票給了A 韓國人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江勳 甘願了吧 60%都覺得是韓國人 所以只有38%覺得是韓國人 所以只有38%覺得是韓國人 不正常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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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下不熟 他們還不認識打下 除了韓國跟俄羅斯 你還覺得哪一個國家的人 不愛道歉 美國 你屁了 對不起 我就是美國人 先確認一下 你認識幾個美國人 蠻多的 對 我怕你只認識哪一個 沒有 對 蠻多 那我覺得美國人很厲害 他們就是覺得 他們永遠是對的 賈斯汀這位 他真的很遲到 那有的時候 可能我們要一起 約個時間去餐廳 或是逛街什麼的 要約個時間 然後 他都是應該在出發的時間 才開始慢慢穿衣服 然後一定會遲到15、20分鐘 那我跟他提過很多次 他都說 不是啊 不是我的錯 就是 他永遠都是怪一件事情 我可能遲到過一次 他永遠可以拿出來這一次 之後可以遲到100次 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前面遲到一次 你之前有啊 你如果沒有遲到 我就是合理的話 他永遠就是可以犯一樣的錯 什麼一次 不只一次 好幾次我跟他一起出發 就是因為他一直遲到 我被我經紀人罵得好慘耶 他不只是會 德國人 對不起 我們問西班牙人好了 請序來了 請序來了 我覺得是德國人耶 真的是 你講美國人 結果我只認識他 德國人 德國人有一個挫折 挫覺就是他們覺得 他們的一切是對的 他們可以否認別人的一切 所以他們永遠不會道歉 對 例如他是投資專家 他說我要把我所有的儲蓄 放在虛擬幣 他是在那個 有那個圖嗎 就是他叫我投資的那個時間點 是那個虛擬幣要垮的40%的 所以你自己笨啦 所以你自己笨啦 我沒有投資喔 但是我沒有投資 你看 因為投資都會說 這就是建議 你不一定真的要跟著我的建議 你自己沒有判斷力 你還怪別人 如果你建議一個朋友 你投資然後那個垮了40% 你最少會覺得 對不起我那時候是錯的 他說沒有沒有 如果你投資你還是會賺錢 到今天沒有道歉 而且你有虧錢嗎 沒有吧 你會沒有投資 他如果我沒有投資 就也是 你沒有投資 那他幹嘛跟你道歉 你也沒有虧錢 江勳你覺得他有哪一國 我覺得西班牙人 我不是跟你講 人夠相當 對啊 西班牙什麼地方 讓你覺得他們不愛道歉 因為我只有認識西班牙人 就只有佩德魯而已 佩德魯不愛道歉 我之前跟他一起去外景 然後我很衰 我剛好是跟他同一個房間 很痛 然後那個時候 然後那個房間是溫泉飯店 對… 然後佩德魯一到房間 就一樣 脫衣服 脫衣服不止 脫褲子 脫褲也脫 脫 然後開始甩 然後我就看到了 我的天啊 然後我說 出名的聖經 他就是很正常跟我說 江勳你一定要幫我拍照 他連說一聲不好意思都沒有 通常是 不只有你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幫我拍照 對… 江勳 你一定要拍這個榮鏡 然後我就怎麼了 我一轉頭 他就是這個畫面 然後一直開始甩 然後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幫你拍嗎 沒有 你還要錄影 而且重點是 你絕對不能散這個照片 這是你要一輩子要拿走的照片 然後我就覺得 而且能給影片真的嗎 你要跟他說 你一脫就不好意思嚇到你了 這個故事不是這樣 請問你瑞典人會道歉嗎 你們覺得瑞典人會道歉嗎 瑞典人 我覺得瑞典人會道歉 不會… 我跟妳 瑞典… 瑞典真的是 全世界要一直唸他說 讓他完全沒辦法否認事實 他才願意抱歉 他說 我們玩個周遊好了 大家要開始算分數 那我們說算分數 他說 瑞典你有多少 他說 沒有啊… 你說錯了啦 你說這樣算哪 他說你算錯了 他… 他算五分鐘 你分數是多少… 然後他算五分鐘 然後最後 對喔 我算錯了 對不起 他前面講一堆道理 完全不想聽我們怎麼解釋 然後你剛剛最後 你說不好意思 所以你還是說我還是說 我怎麼不會說對不起 你講一堆 然後最後還是說 然後我說了對不起 不好意思 但是運氣好喔 但是說得太慢了對不對 那請問你在國外遇到哪一種人 絕對要道歉 不然你會倒大煤 會倒大煤 A老人家 B警察 是老人家還是警察 想一下 好 請舉牌 好 馬丁選B喔 我去年的時候我會去瑞典 然後就跟朋友去餐廳吃飯 喝一點點酒 一兩杯這樣子 然後後來要回去的時候 就走在路上 然後看到因為他們最近有那種 電動滑板車 然後我想說 那這個因為距離也沒有很遠 然後說應該可以騎這個一下 然後開始就剛騎了幾秒而已 然後有一些警察走過來 然後攔下來 然後我今天是去哪裡了 有去喝酒嗎 什麼 我說有去餐廳 喝一點吃一點東西 什麼 他說你這個就 你喝久了就不能吃這個 然後我就不好意思 我就不知道這些 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停下來在這邊 然後他說沒事了 OK了 然後後面又有別人的在那邊 然後他們也是一樣停下來 然後問有沒有喝酒 什麼的 還有啊 什麼的 然後一樣說不行 然後他們就開始 可是這個是 跟那個腳踏車一樣 沒有 喝一點點 沒有什麼 就開始跟警察就是在那邊 打吵架 那當然就是被罰單 開單 喝酒的人看到警察 希望會躲 因為怕被酒測 朋友也是講說 像喝酒照過來看到警察 那也沒得躲了想說 不要當那種沒用的人 來 測 我喝酒我沒測 警察說 你走開 你走路的 你又沒開車 沒有 他怎麼到也沒開 他只是走路去喝酒 他只是走路去喝酒 來 走車 他就想說 美國一定是警察啦 美國警察那麼嚴格 會開槍喔 會啊 然後 會啊 對 然後所以你 他們講什麼你一定要聽 他們說 手舉起來 你百分之百就手舉起來 你千萬不要 不要怎麼樣啊 不要在那邊跳 所以不要跟他開玩笑 不要 他叫你舉起來 你假裝抓頭這樣子不行 他還會 開 我以前也聽過一個朋友 說Just kidding No No kidding 我跟你講他叫你舉手 你的褲子開始掉 你只要這樣 也很有可能會被開 開槍 好可怕 很多人會把槍放在褲子啊 媽媽是開車超速 然後我們是要去上課啊 他要去上班 然後就是很急啦 被攔下來 然後警察就是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這樣超速啊 然後我媽非常的配合 什麼證件也都給他 保險啊 也都給他看 一直跟他道歉 警察先生真的對不起啦 我今天上班 然後我們就快要遲到 然後小朋友 我有兩個要顧啊 真的非常對不起啦 我之後不會再發聲 我之後再提早一點出門 就不會出這個事情 他本來要發單了 給他開發單 就給他一個警告 那不用罰錢了 就不用罰錢了 好好 了解 OK 你很理性 我了解你 那如果像佩德羅這種被攔下來 他就開始脫衣服 他會直接打 直接打下去 不要問 不脫 西班牙警察呢 西班牙也是你看到警察 基本上道歉 落跑是一個基本智慧的防射動作 因為我們幾乎每個月都有 罰工罰課嘛 然後他們正報就是 沒有再跟你溝通 他們看到人就 拿那個棍子打人 對 我也想打 我操 那你有被打過嗎 有 他被打 他被失敗嗎 不用 是不是因為你在馬路上 又脫衣服了 沒有 我是一個正義幹的年輕人 都會參加那些罰工罰課 被打 然後有時候也沒有參加 經過也被打 所以我小時候高中到大學 全身都是警察的郁親 所以看到就會 你怎麼那麼倒楣 你沒有參加 警察就是看到他打 對 如果在韓國的話 我覺得更要不好意思的是 應該是老人 老人 對 因為警察現在很難做 坦白說 亞洲國家的警察 我個人認為很難做 像韓國的情況就是 如果警察覺得那個女生有問題 然後就不小心抓了她 有可能那個女生說 你性騷擾 對 不得了 反而有警察被告 對 反而被告 但是老人不一樣 就像韓國就是 比較有禮貌的國家 我們很常說不好意思 我們坐地鐵什麼 剛剛不是才說 你們都不道歉 我們很常說不好意思 然後我們坐地鐵 或者是公車的時候 不是有位子嗎 但是位子是有限的 但是人很多 但是如果年輕人坐了 然後老人在這前面 我們一定要說 不好意思 請你坐 如果沒有這樣說 你還要繼續坐你的位子 有可能那個老人 在我面前 一直講我的壞話 哇靠 這些年輕人真的很爛耶 都沒有什麼禮貌 都不讓位子的什麼什麼之類的 你也可以認為 我覺得現在老人都很爛耶 你看那個老人都很爛耶 你看那個老人都很爛耶 千萬就被打了 對 會拉起來 我們不能跟他對嘴啊 因為他是老人嘛 就是我們還要 就是我們年輕人還是更 就是韓國的文化 非常講究輩分 超級講究輩分 千萬不要以為老人不會打人 我連老人都打過他 那俄羅斯呢 我們的金茶很兇 可是我們的老人更兇 我真的超級害怕得罪的老人 因為我有一天就是 我回去我阿嬤家 然後就是他們那個公寓 就是樓下就是有一個位子可以坐 然後我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坐 然後就玩一些就是玩具什麼的 然後有一對老人出來 他們就很喜歡坐在外面看著東西這樣子 然後他們說 你們起來啊 這樣子 就很兇 我就說 可是我們在這邊玩東西啊 就是沒有辦法 我們可能像說不好意思 而且旁邊還有很多位子 可是他們一定要坐這個位子 就是見面 很大聲 還叫我的媽媽下來 道歉 說什麼 我這個小孩很爛 什麼沒有教育什麼的這樣子 那些兒子的人就是老人 很多會有拿那個 就是 拐杖嗎 對... 拐杖 比如說 你沒有讓他位子 他會打你 會推你這樣子 對 所以我超怕的 因為警察還是可以告他 可是老人你告不了 那如果他打我我可以告他嗎 他 你知道 他會講一百個理由 說是你第一個先動手 那告他 你到法院他要繼續答 對 在法官面前繼續答 到底選A選B的人不正常 在國外遇到哪種人 絕對要道歉不然會倒大煤 A 老人家 B 警察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我跟朋友有一次 在桌子的公路上 舉起到母車想要打電池 然後忽然一載警察靠近我們 警察把床會咬下來 問我們在幹嘛 我跟警察說我們在打電池 然後警察冒了我們 還跟我們說 在這裡不能隨便照收打電池 你們趕快離開這裡 再不離開我就要帶你們去警察局 然後我們聽到了這個 就跟警察道歉說 我們不知道在這裡不能打電池 趕緊離開 之後我們像那位警察 可能是以為我們是 用身體賺錢的那種女生 如果那天我們沒有跟警察道歉 然後趕快離開 我們可能真的會被警察 帶去警察局 我一定會選B 在國外遇到警察的時候 你一定要道歉 你不要跟他爭論 你不要跟他解釋太多 你也不要想要跟他講太多話 我們在義大利有一個說法 簡單的是說 在國外你好好講那個答案 安靜的就好了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26%的KOL 投票給了A 老人家 而有高達74%的KOL 投票給了B 警察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大多數都覺得警察要道歉 跟我講的一樣 對 沒錯 所以選擇老人家的不正常 沒有對 好 在國外做出哪一件事情 會比嘴上道歉更有用 OK 如果就是說有得罪的地方 得罪人家 A 送禮 B 請對方吃飯 是送禮還是請吃飯 請請拍 A 好 都想送禮 那邊是吃飯吧 比較有誠意 我們對西方國家覺得 禮物是很浮淺的物質的東西 吃個飯就是可以好好溝通 澄清解開 我大學很常 請同學吃飯 因為我們喝酒很容易失態 失態的罪人 就改吃個飯 我大學的那個節慶是 跟同學們喝酒喝到斷片 一片黑 都不記得 醒來我是在那個大學的醫院 躺著 然後我同學跟我解釋 是他們把我扛過去 然後大便在你身上 我一定會把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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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選A 如果你做錯事情 應該短時間內 不想跟你吃飯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韓國人也是這樣覺得 我們先送一個禮 然後下一個階段 我們再約一個吃飯 那送什麼樣的禮呢 提神禮料 就是韓國有一個 這什麼 就是這個 這是支露嗎 不是支露 叫台灣的 做台灣學生禮物 我也沒有什麼禮物 請問怎麼現在哪裡買得到 沒有在韓國買什麼禮物 方式一有比較便宜嗎 好便宜 明天搞不好意思 不是 這個是在韓國文化裡面 是專門給送禮 Say Sorry的意思嗎 這個是萬用的 比如說如果 那個親朋好友生病 生病給他喝 生日也給他喝 告別事也給他喝 太多了 在韓國的話 如果你得罪人家 一定給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是 不管年輕還是老人 那個喝的就是提神 提神又好喝 那給瑞布不行嗎 刷克斯有可能有打折 那瑞布呢 是不是比較高級一點 比較高級一點 對啊 韓國有這個人生 所以他們跟人生 有關的提神的 或者是補充精神的 這個飲品非常的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到底選A還選B的人 不正常 在國外做出哪件事 會比嘴上道歉更有用 A 送禮 B 請對方吃飯 我們來聽聽TOL是怎麼說的 我覺得最棒的 道歉的方法 是要送給別人禮物 特別是男生 送給女生禮物 就是像說 在烏克蘭 如果你做錯什麼 要看你的做錯 是多嚴重 很嚴重的話 你要送給他 比較鬼的禮物 那如果小事 就可以送給他 或說抱歉這樣子 但是如果女生做錯了 他只能說 對不起 要我愛你 這樣就過了 因為是女生 所以我覺得送給別人禮物 比吃飯 比較好 我覺得送你這件事情 比吃飯還要親切好多了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選擇A 因為你會去在意他 你會去願意花時間 就是幫他挑禮物 幫他花錢 這也會讓他知道 你對他是真的有在意 真的是想要 所以說我覺得送你這件事情 是最親切的方式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百分之三十八的KOL 投給B 請對方吃飯 而有百分之六十二的KOL 投票給了A送禮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大多數人選擇送禮 所以請對方吃飯 不正常 噴 噴得好 今天長姿勢 原來韓國人道歉 你也會上架的在台灣 那你下次非常有帶幾瓶 威士比啊 保利答批那種 也是可以 我們現在也試吃給那個 我們這個很厲害 我們希望對方忘記 他們是要提神 讓自己的更久 對 腦筋好一點 因為他們不要忘記 我得罪過你的事情 不是 OK 我覺得不管這個 世道如何改變 我們還是要維持自己的禮貌 好不好 這樣子自己也舒服 好 謝謝 我是OK的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嗎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那可以選的影片